欢迎回来 今天在立法院有一位 本来请假不出席的人出现了 他是国防部长邱国正 而且在受访的时候 宇在宇人哽咽 说明他家人的事情 为什么儿子染黄 他跟社会大众道歉 听听他的谈话 还是他受到的 他点了火 他一定要审受 那我跟各位报告 家人 也会做他的支柱 也毕竟他是我的孩子 这我们要承担 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并不期望 他有什么 就我心里心里要干的 我会做本务工作 还是跟大家保证 我感觉跟大家报告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铁汉柔情 家人这一块 他虽然有职务上需要 他可以不要工作了 可以辞职了 可是家人他还是 就算犯了错 孩子还是要想办法 帮他不管改错 承担责任 他都要以父亲的角色 去承担 所以他现在目前 记者问他说 是不是涉及国安局内斗 他说没有这样联想 一切依法处理 那党人才录了吗 他说连案子都不知道 什么案子怎么打 他当然就四两拨千斤 不过呢 情志人士说 其实这个被迫的黑手 针对性很强 例如国安局资安管制严密 不可能将私密影片放到局里的电脑吧 应该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然后怀疑是私人手机 遭到不明人士 植入了恶意城市来窃取 而且对方很有可能清楚的知道 邱国正的儿子这样的身份 才进行打击的 那所以邱国正如果真的提早下台 或者是反应520一定接不了的话 那是谁会最有力呢 那目前为止 可能呼声最高在媒体上分析里头的 包括了李仲威军系 顾立雄文人黄鼠光 这三个人都有可能 但到底赖心得属于谁 也只有他才知道呀 但邱国正的儿子被爆料染黄这件事情 背后有没有常进人 媒体人 现在已经是媒体人了 曲美凤 突然爆料说 黄鼠光被点名是实在的 我们不要假装纯洁 这个位置不可能没有人抢 所以黄鼠光有可能接任吗 那有背后的斗争在里头吗 而还有这个话题是我们已经第三天讨论到的 就是在我们二胆岛上面 有国军士兵被民间的大陆无人机 拍他们在工作前路的样子 因为这个卸载任务是有军火的 有弹药在旁边的 那当然这个拍到的民众就说 哎呀他们吓到跑掉了 但军方的回应是说 他们是根本没有看到无人机 那抬头对视 此其实是逆光等等的 那当然也有军方像 立正杰将军就说 他旁边如果真的万一这都是弹药 如果还要跟他万一 有什么冲突危险吗 还不如离开是正确的一个标准动作 但如果看看过去 我们到底标准程序是什么 现在还是有蛮多疑虑 丢石槽吗打下来吗 还是像过去的网路上 KUSO在笑说 亚马逊土著看到直升机 要拿弓箭反击等等的 大家在问的是 那我们的警觉心如何 有没有办法侦测 征搜 还有SOP我们军人弟兄该怎么因应 那么空拍机架设的远距距离 邱贵正给他回应是说 绝不认同金防部远距逆光 就没发现这个说法 他认为怎么可能看不到 或逆光没看到 有错就要改 承认错嘛 该打掉就打掉 我们有规范 所以是该打掉它吗 这一架无人机不管是民用 或者是有没有安全疑虑 要先打掉吗 显然这个未及时发现的这个说法 我们的国防部长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再来跟家人的办公室合照流出 邱国正认为疏失 立委在讯问的时候 质询的时候就问 军中规定在营区拍照是违规的 那所以在办公室跟他的家人 抱着孙子拍照是有问题的吗 那是违规的吗 那怎么流出的他回应只是说 在立案调查当中 那难道现场是谁拍的等等 这些问题有没有违规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那当然邱国正认身致歉之后 强调严守岗位这个是重点了 既然被喂留了 他说他可以保证公务战训本物 不会有分心形成一切如常 原本看到他去参加了赖清德的公开行程 却不到立法院去答寻 最后他立法院也来了 那所以他会继续不能让人失望 说会紧本 紧收本分 占训本物 但接受调查中 有没有其他的疑虑呢 会不会当然也有正反两面的意见 有认为他应该留守的 有另外一方面认为说 那他是不是真的有被渗透的疑虑 那各种违规跟家人有关 会不会有更被往 无限上纲的联想的可能性 伟瀚 邱国正部长上午在 接受访问的时候 光是看到他有接受访问到立院的这个 委员会的外面的那个空间 大家知道在立法院红楼 他有空间专门就是给媒体记者俗称钓鱼 官员来 委员来 大家读访问 他愿意走到那边去 就表示说他在面对了 那先前因为他没有去春季 总统副总统到了 他却没到 我想说既然都请辞了 是不是以后他都不会出现了 立法院也请假了 应该就不去了 怎么中科院有去 结果今天邱国正他把事情都讲清楚了 他说显然他328 观众朋友他根本没有睡觉 328知道了当天 又睡不着了 他可能真的 不是一夜难成眠 我看是真的没有睡 因为他说328 早上问了他儿子之后 329晚上跟总统请辞 然后328的晚上跟总统请辞 329早上要去春季 他说他真的是太累了 到了329下午 他说体力恢复了 他就去出席那个中科院 因为总统跟他讲 你要公私分明 你的公务 你的私人的事情 分开 你现在负责战备 你是国防部长 防务你要扛起来 他说他扛 那刚刚钱秋讲的 我非常认同 铁汉柔情 公私分明 儿子的事情 身为爸爸 他没有办法放弃他的儿子 他要支持他的儿子 可是要支持他儿子的同时 也叫他儿子要勇敢面对 即使是被太除 你都要接受 因为有不明欲的事件 可是这个跟他国防部长的防务 显然无关 国安局也好 总统府旁边甚至连国安会议 可能都内部会去讨论 那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怎么样 得到的结论就是 他可以继续干嘛 所以表示现在总统府的态度就是 这个事情不是什么泄密事件 也不是什么打不打压 观众朋友 这跟先前的两个 本来选立委 一个后来继选 一个没当选 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两位本来是一个 可能渴望要 有一天当外交部长 另外一个是要选高雄市长的 都因为那个事件 政治生命就中断了 就重伤了 可是邱国珍他没有要继续 看起来520以后 他本来也就没有要继续当 国防部的部长 他也没有求什么官 他讲话也很直 所以我是自走炮 对啊 我本来就入军的 就这些话 但是国人会喜欢就是 邱国珍就事论事 其二 在金门事件 因为邱国珍部长讲的我懂 因为上次有一次就是这样 在大胆倒 飞机飞过来 后来就讲说 用枪把它打下来 后来国防部有讲 一开始有过丢石头的 对 丢不到 太高了 那以这个画面 因为我有去看 这个影片其实 它并没有释出太多 影片的后30秒 官兵都看到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 什么去界定要不要 因为都有抬头以后 快走 那赶快跑不是害怕 怕什么 而是说既然你都在拍了 我也无法阻止你 我就不让你拍 那地上有这个 补给的弹药跟船 把那个油桶运过来 这个不是中国大陆军方 这应该是他们民间的玩家 对 但是国防部长邱国珍 上次在这个话题 上一次也被公开画面的时候 就已经有讲 要开枪把它打下来 那二胆岛我相信 它并没有无人机的 什么干扰器 可是你没有枪吗 所以他今天讲话的内容就是 再有看到 可能不一定好打 因为很小 但你必须有动作 你要威和它 你要有个动作出来 它就是要打 第三个黄人委员 他刚刚当委员 结果他专业的 他问的问题 让邱国珍部长 没有办法回答 就是你今天这张照片 大家都能理解 可是这也就是 军中他没有把它讲出来 军中规定不可以带 智慧型手机 这种东西就不能带进去 可是真的几个人没带 对不对 那今天国防部的部长 坐在那边 我的儿子 媳妇 我的孙子 他办公室也是不能 其他人进去的吗 他一样 对啊 所以就是 所以黄人才问说 你这个地方可以使用吗 所以就变成是 事实不能使用 我反而以为就是 虽然就职或开放的时候 总该有家人一起 陪同去的时间 这个也都没有吗 不行 进到国防部 因为国防部的部长 他已经在那个 他的那个管制区里面了 可是部长自己本人 可能有手机 但你不能拿来照相 你不能把这个 进去里面的状况 所以显然也是违反了 他的规定 就像你今天跑到 任何基地去的话 你在那个连队长的办公室 他的家人照相 照理讲也不行 可会不会照 都会照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这个问题了 好 那再来就是 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邱国正 他的那个情形跟 之前我所讲的 两个立委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今天等于就是 做了一个好的示范 他还是回到立法院去 要把战备跟防务扛起来 不过我看他就是扛到520 因为也不会再有怎么样的 这个后续的一个继续 让他去担任 那明天 这个总统当选人 会去听国防部的简报 谁跟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一起去 大家去看周边的人 里面应该就会有 新任的国防部部长 晓鑫 目前听到谁吗 我觉得这个李喜明的机会 是大的啦 当然一直传顾立雄 可是我觉得在现在 这个两岸情势里面 你让文仁去当部长 其实风险很高很危险 尤其顾立雄他过去的政治主张 这么的明显 那在这个时候上面 做这样的安排 其实对 猴不够得住 对对对 对国家来说不见得好事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支持 由文仁来担任部长 我觉得按照 还是按照管理来走 那这次国防部的这个 部长的儿子的 所谓的私密影片 外流的事情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是跟政治斗争比较有关 那不是 不是瞎猜的 因为如果是说 你说是外来这个戒选 那他戒选 你为什么不在选举期间放出来呢 现在是适逢520之前 你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 除了能够卡死 邱国正 续任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之外 还有什么优势呢 没有什么好处 基本没有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想 那真的要去讲说 邱国正他有没有 这两回事 就是说有没有得罪了一些人呢 其实我们讲 他在当时 潜见国造编列预算的时候 他的想法跟黄鼠光 是差别很大的 举来说像赖清德 现在他们所谓媒体报道据传 他要一次编完 后续的七艘潜见国造 那你知道吗 是2200亿 一艘大概220亿左右 他要全部一次编完 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在邱国正担任部长任内 他没有同意 他们认为呢 应该要先把你第一艘 然后呢 你一艘一艘来嘛 验收 确定可用嘛 这一艘下水绝点的博港测试 然后海上出海测试做好 完成测评以后 确认第一艘OK 我才编第二艘啊 合理啊 合理 但是呢 就有些人就觉得不满意 为什么你不让我一次编完全部 我告诉你 绝对不能一次编完全部 因为你每年的物价 CPI指数调涨 还有当时缺工缺料的情形 不确定 到时候最后就是 不断追加预算 不断追加预算 所以我是非常反对 这样子一次性的去编列 从第二艘到 第一艘到第八艘全部编的 所以赖清德他未来 如果要第二艘到第八艘 坦白说我也会反对 你一艘一艘做好 我们每年按照需求编列 我们不会反对 但不需要用这种 去框一个大预算 谁知道你里面 到时候怎么监督啊 是买菜说多买一点比较便宜 还更贵啊 对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无人机的部分 这个也非常夸张 因为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外岛呢 都已经建立好 所谓的无人机的 这个相关的处置了 所以大家都有干扰枪 都有部署干扰枪 然后 你也可以并用 7.62公里以下的清兵器去射击 可是现场看到那几个军人 就是台湖 往那个无人机的方向看 看了之后 就走啦 连那个弹药都放在旁边 也不管他 就走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 没有受好训练 就是你面对无人机 来犯的这个厨域 已经有过外岛超过 这是第六次的经验了 怎么还会 这么的松散 所以今天邱国正现场 这是我问他的 他也承认说 第一个 他不觉得什么逆光 我觉得国军有时候高层讨厌就讨厌在 你为什么不好好坦诚呢 像邱国正部长一样说实话不好吗 你就是那个人他们抬头看了之后走了 没反应 就承认要改进嘛 你去讲一个说因为逆光没看到 明明两个人抬头都望向同一个地方 你跟我说会逆光没看到 跟影子也对不起来哦 所以今天邱国正部长他就直接说他也不买单这样子的说法 该精进该检讨的就是要检讨 不要去找一大堆的理由 不然一般民众会听了觉得很可笑 所以从过去丢石头 被大家批评说 怎么会用丢石头呢 我们没有干扰器吗 我们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吗 到打下来 确认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到现在又来一架 竟然大家还装作没看到 所以真的国军在这方面来说 需要有很完整的训练 让他们在执行的时候 能够真正的达到目标 比较费解是说 如果SOP过去已经发生过那么多次 讲好要怎么处置的这个做法都没办法做到 国防部长都讲了的 还没有办法做到 更何况现在国防部长讲的第一集 那这个更大的更大条的SOP又是什么 惠文哥 这种回力标 来的是非常快 上个礼拜三 许晓星在立法院才去咨询 这个宪兵指挥部的哨表造假 站在宪兵参谋长旁边 这个就是国防部长 他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移送就移送 结果他讲完第二天 他二字的影片就跑出来了 我就用邱国正的标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移送就移送 不是这样子吗 宪兵指挥部哨表都可以造假 当然要请乔欣再继续追下去 我看谁要被移送法办 这个是伪造文书 你宪兵的还可以造假 你干什么宪兵 这真的是太好笑太可悲了 如果都没有人移送的话 就请这两个自己到检察官那边去报道 我也不太懂他讲的这个怨队是什么 你是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什么叫做怨队 这很奇怪 然后他说什么 不会帮儿子救活 这个邱国正他完全都弄错了 就从这张照片来看 你就是犯罪嫌疑人 你怎么会坐在你的办公室 这样子拍照呢 你本身就是 你自己就要被调查了 你要调查谁呢 这不是在你的办公室拍的吗 你还看着镜头 对不对 所以蔡总统的卫留我看不懂 朝野 立委 包括许晓信也卫留 你们是卫留 就觉得他做得很好吗 今天邱国正在立法院讲说 我跟大家保证 你连你儿子都管不好 你要跟大家保证什么 保证什么 战训任务什么 一切什么的 你自己在什么时候拍的 你自己讲说 是你刚接国防部长的时候拍的 那谁拍的 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请问大家 那洪仲丘当年怎么死的 大家忘了吗 我就问柯文哲 柯文哲你看说 不是消费洪仲丘吗 顾立雄就是洪池庸的律师 洪仲丘怎么死的 洪仲丘为什么在营区被拦下来 不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吗 你们都忘了 你也好了 才十几年你们就忘了 那为什么国防部长可以拍 洪仲丘不能拍 那现在大家在那边当好 那我没有要批评 伟翰或是巧新 我请问大家 3月28号上个礼拜是曝光 对不对 请问查清楚了吗 没有人查 才过几天 才三四天的时间就查 就是部长的儿子的个人行为 跟部长无关 国防部长的什么战讯 机密情报什么都没事 他可以继续干国防部长 你这几天就查出来了 那为什么郑文燦的查不出来呢 为什么罗智正的查不出来 然后国防部长的两三天 啪啪啪啪 没事他没事 他是清白 就他儿子自己那个管不住那个 所以这样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就 这个爸爸的这个什么的 你到底是在哪 这国家 我跟你讲 全国都在看 看你这种国防部长怎么带兵 你先把你在国防部长 拍的这一张的事情 交代去 看是要处罚谁 给他交代清楚 那宪兵指挥部造假的事情 赶快移送 连照表都可以造假 那个211营是驻守总统府的 总统府的宪兵队既然造假 那笑死人了 那这个国家没有救了 我相信中国政令人说 该处罚是处罚 但只是说 他至少不像前面几个 郑文燦的这些人还在否认 还在造假说 哎呀那个是 认知作战 他就承认嘛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